第31题 如图所示 火车拖着5个完全相同重量的车厢 在已固定的火车头力量F拉动车厢 15个车厢以相同速度 在无摩擦力的铁轨上做直线运动 刚开始5个车厢的加速度大小 同为4公尺秒平方 一段时间后 某个车厢与车厢间的挂钩脱落 已知脱落后 仍被相同的水平力F拉动的车厢 其加速度变为5公尺秒平方 若忽略脱落挂钩质量 则脱落的位置应是图上PQRS哪一个位置 这题用的是F等于MA 因为我的力量一样 所以我们就晓得质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加速度从4变成5 所以会变成四分之五倍 也就是质量会变成五分之四倍 也就是本来是拉动五个车厢的 现在只拉动四个车厢 所以拉动四个车厢 我们就晓得是从S这边断掉 前面拉动四个车厢 S后面车厢脱落 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 则脱落的位置应是图上PQRS哪一个位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S 我们下车厢脱落的位置应是图上PQR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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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车厢脱落的位置应是图上PQRS